詹惟師 主持人 各位在座 我的母語是哈卡發 除了詹惟師聽得懂 因為大概一半都聽不懂 所以我有華語來給這個報告 那今天除了這個鄭婦人吉蘭之外 漢德爾女兒之外 有一個我的文化戰友林洪洲醫師也來了 非常感謝來訪唱 我請問一下 大家打個招呼 原先那個基金會指定的這個題目 稱鄭蘭隆以他的史 我這個文章 寫文學的有一個人 對的文字非常敏銳 很概念 我對史那個字很難忍受 所以我認為這個狀況 好像我也做一個醫學的報告一樣 所以我想了幾天 我決定製作主張 把這個內容應該 內容不變 題目改成就是鄭蘭隆訓道的探索 2 Pro 探索 探索這個事情 還是我用訓道這樣解釋 被主人這樣講 另外一方面 我講話常常會花招百出 今天不敢 今天我幾乎都照著考試來讀 我不敢 我身上很嚴肅 很神聖的乾脆之下來做一些的報告 所以 董蘭隆不是演講 我是讀我的寫報告 1947年 28是台灣人哀傷的日子 而1947年 8月12日 鄭蘭隆他出生在台北 1989年 4月7日 鄭蘭隆滑成一隻虎鳳凰而走 但是 另外一個形式他留下來 留在台灣人 每個人心裡面 留在台灣的大地裡面 永遠存在著 鄭蘭隆 43週年的時候 在紀念專輯裡面 個人也寫過有關 正恩訓道的一些意義 同年 在志力環報 我個人和林文智 林中水 吳明茶 四個人 談談一些鄭蘭隆之史 以台灣反對運動精神 談過這個東西 個人認為 這次非常不夠 差太遠 他的訓導 方式和意義 尤其放在文化史上 台灣人精神史上 還有無從的探討空間 今天 因為指定的時間比較短 我就二十幾分鐘 三十分鐘 以一種 等一邊小燈 稍微談一下 所以今天談的內容是 我試著從三方面 以清平撿水式的來探索一下 首先 從宗教意義 看這場莊嚴的悲劇 原則上 佛教 基督教 都反對自劫日殺的 趙偉師 在他的名著 佛教倫理學裡面 有把他以一種慎凡之別來處理 這又講 他們十戒的第六戒 明確指定 人不可以殺人 於是呢 刺殺被列為是 很嚴的教會所禁 然而 當自劫的意義和他的形勢 但是 擴大了解釋的時候 基督教的宗教字節 可謂誰個是 謂為大官 這個東西 各位如果翻譯一下 聖經的 司徒行傳 就有非常精彩的係數 回到 在基督教裡面 所謂自裁或自殺 回到最根源 根源放在哪裡 也就是說 在耶路撒林的城外 都羅地 被電石之家的构材 那麼這個呢 如果從這裡去看 有幾點很有趣的一個比較 第一 那一場電石之家的事情 實際上是非常的嚴密的 有計畫的 殖民者的一個謀殺 第二 羅馬總督 他 皮拉多 他非常的巧妙 造成是猶太人 要耶穌死的這種假象 這個 我今天講的 我稍微翻譯一下 很好看 這段 翻譯完就講的 第三 最厲害的是 皮拉多呢 他用群眾心理 用眾人的表白 表白 不是我要這個 耶穌死啊 是一再讓他的 猶太人講 我們也要死 甚至於羞辱他 比那個強盜還不如 不會放到強盜 這個人無法 而這個人 你看 群眾心理的使用 這也是媒體操作 似曾相思喔 這也是個媒體操作 那麼這種群眾心理的表白的處理 實在是看起來很可怕 自從 尤其下面 自從盯上十字架 耶穌有多次可以逃脫死 死結的 尤其所謂這個最後的晚川 你看 耶穌都告白 非常清楚 明白的講 甚至可以不死 但是我今天的血是被大家留的 我這個打開的身體 自佩他 請他再享用我的身體 這種概念之下 所以我們說他自查 不對 這個叫做訓導 這一論是一個訓導 我們要回到 這個 來細查鄭南龍先生 他的處境 對處境的思考 結業的過程 他的論量 你到了七十一天的自求 最後引火而化為火風防 哪一部分不像耶穌釘十字架的 在獨羅地的過程呢 特別要提醒 耶穌是以人子身份 也就是人的生理 心理現象的極限下去接受 這個 難以忍受之痛苦的 他是具有一般人 你我一樣的 生理 心理的本能所在 這個是最讓人家感動的 另外一方面 鄭南龍 我們來看 他最多當時只能說 他就是木道友 木道友而已 那麼他結業自動 來這個時刻裡面 他心目中拯救者是什麼 他所依靠的是什麼 這個地方 談到這個地方 沒有人收了 他沒有人也收在那邊 他只是一個放假 他還是一個還不算 那麼 他是什麼東西才引導他 是台灣 台灣的人民同胞 台灣的同胞 是鄭南龍的 形而上的存在 鄭和人流的地方 就在這 這個比較 我認為是很公平的 可以做這個比較的 就是 第一個部分 我想要提的 後面關於道成若生 若有時間的話 我個人還做一個經營會的前世 沒有時間就放下來 第二個部分 從生命哲學看 正修道的意義 一般而言 生與死不成比例 不能夠對比 死亡可以美化 可以解釋 但不能夠改變事實 死亡超越任何觀念 學問 領會與界限 當然 宗教想要處理這個部分 有人說 死亡使人 領悟到生死極限 有人說 死亡決定生命的意義 所以 好在有死亡 死亡使人間的基本平等都已確立下來 好蛋壞蛋都會死亡 基本平等都會確立下來 所以 好在有死亡 存在主義者 海德格他說過一段 一個人 唯有把死亡帶進自己的生命裏面 這個人 才算是真正的存在過 這個說法 是因為今天的人 已經瞭解到 生命是偶然存在的 生命充滿了荒謬與不確定 尤其身在臺灣百年來 當初的每一個時刻裡面的人 鄭蘭龍 以他所學的是哲學 而對於荒謬的臺灣的現實 他以唯一的本錢 生命 去做一個偶然性與虛假性 做一個現場 一個對決 這樣獲得了 他個人來講 他生命的絕對的自由 獲得了生命完全的 完整的一個意義所在 這是人所能做到的 生命最完整 最美麗 最正確的處理方式